要影響美國政府,除了直接向他們的議員捐錢或收買 還可以通過另一個手法,叫做游稅 游稅通常會經過第三者 即是通過第三者向國會議員提供各種各樣的意見 叫做游稅 或者叫國會議員通過某些法例,叫做游稅 在2020年,我現在在電視網上見到一個表 就是來自一個OpenSecrets.org 即是公開秘密的網站 見到在2020年,在美國游稅用最多錢的國家 第一個排名就是卡達爾,用了3200萬多美元 然後中國也用了3000萬美元 日本2395萬 南韓2265萬 俄羅斯也有,也超過2000萬 巴哈馬,想不到一個小的地方 巴哈馬,也都是在游稅中用了2000萬 然後就有馬兆爾群島 這些也是很小的國家 也不是一個有錢的地方 也用了1500多萬去游稅 阿聯油不用問,1200多萬 白武達1180多萬 以色列都1100多萬 旁邊這個表就見到就是所謂 這個不是校長 這個是主要公款的那些所謂名單 就包括一些通常是企業 也都可以包括日本政府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方法來看 這裡也不跟大家慢慢讀了 大家也都可以在螢光上面見到 所以要影響美國的政策 其實直接向他們的議員捐款 即是收買 或者通過游稅 向議員游稅 一樣是收買 這樣的政治環境 你覺不覺得 他們會對中下階層有好的建議呢? 這些政府 只是服務上層那些 有錢那些 中下階層 大家不用怎麼想了 謝謝大家 在這裡 有示範中 在這裡 好